好 接着来看到迈入第六届的玩具场艺术节 之前在花莲文化的创意园区 带来了pro版本的玩耍正对时节目 那么六组表演团队结合了花莲旧酒场的历史空间 将园区室内外作为舞台带来演出 那么也吸引了许多大小朋友趁着周末好天气 走进城际的旧场来看表演来听故事 延续历年来欢乐亲切的风格 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今年迈入第六届的玩具场艺术节 7月最后一个周末在花莲文创园区 带来plus版本的玩耍正对时 邀请六组表演团队 在花莲旧酒场的历史空间室内外 带来音乐、舞蹈、剧场和说故事等活动 吸引大小朋友前来欣赏 这次玩具场来到花莲呢 主要是因为玩具场它是一个比较是 跟环境然后跟玩乐 然后跟表演艺术比较相关的一个活动 那在花莲文创园区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觉得说 好像带来这样子比较不一样的表演 然后让花莲的民众也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比较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那这一次我们带来的表演 其实是台北的C-Lab的一个玩具场的 艺术节的一个三年的一个精选 那我们特别挑选了一些比如说像 跟花莲比较有相关的像这个苏网纳 他是台东这边的原住民的歌手 那他也得过金曲奖 然后还有亲子的节目 会有丽娜郎的物件剧场 然后还有会有一个不想睡游戏社 那他做的是比较是给小小孩听的说故事的方式 然后再来会有两个比较跟户外环境有关的 一个是马戏然后一个是鼓舞团 他们会做环境剧场的一个极星舞蹈的演出 那从这个五个不一样的类型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除了就是表演之外 也希望善用这个花莲这个美好的这个场地 然后让观众不管是你是这边的居民或者是你游客 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就说 这个树后面怎么会有人在那边就是玩杂耍 那个就是听到这个里面 好像有听到如天籁般好好听的歌声 那同时也可以增加他们对花莲这边的一些喜爱跟好感 那在观赏就是花莲的大山大水之余 也可以就是听到一些 就是一点艺术上的一些感受 玩具场下日艺术节始于2018年 以游戏与剧集作为艺术节核心 打造适合全民参与的多元艺术场域 这次首度来到花创园区延续以往欢乐亲切风格 结合跨领域团队商用空间特色 期盼为花莲民众搭起于艺术近距离接触的桥梁 观感上的新体验 也活络沉寂的旧酒场空间 记得蒋包业华林师报导 请记得蒋包业绪